HELLO 大家好,我是Hindy 看標題就會知道 今天我要說的是 Supplement保健品 最近我收到一位觀眾朋友DM我 就說看到我平時生活好像很健康 又經常行山做運動 經常講養生 就問我會不會分享吃什麼 Supplement保健品 想跟我吃跟我買 一起買了一個健康的人生 看到這個DM我也很感謝你 但是我花了很大段時間 跟她說一說我對於Supplement的看法 以及我自己的習慣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收到很多不同的DM 都想我分享這方面的資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關於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今天這個位置我不是想叫大家訂閱 我是想戴一個大頭盔 我不是專業人士 以下來分享都是憑我自己的經驗 以及一些看法 如果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或者真的有錯誤的資訊 歡迎留言糾正我 以及跟觀眾澄清 希望大家多多包合 其實有時候開IGLive 或者DM和大家聊天的時候 特別是這一年 我都發現大家很肯花錢 也很肯花時間去研究 去吃一些Supplement保健品 說回我自己的經驗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買的 特別你進入FANCO DHC這兩間 裡面淋淋種種的Supplement 每一種都說對身體好 每一種的功效 都覺得對症下藥 適合我自己 所以好像今個月吃這三包 下個月吃這三包 我身體就會很健康很強壯 簡直是美滿人生 但是呢 那時候我不覺得自己身體特別健康 我就是覺得自己身體不健康 我才需要吃 但吃完的時候 我又不覺得自己有特別的進步 反而這幾年 我轉了我吃Supplement的方法 然後做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改變了生活習慣之後 我真的很少病 一年我都沒有感冒一次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自己有少少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我看到有些朋友吃很多Supplement 維德品ABCDE 鈣片魚油益生菌 全部放在嘴裡 看見真是炭雷觀止 但其實我們每天攝取營養主要的來源 都應該是食物而不是Supplement 補健品的definition對我來說 是用來補充營養 就是說有時候飲食不均衡 有些營養我們吸收得不夠 我們就需要補健品來填補這個缺口 說真的一句現在不是二三十年前 我們社會進步了很多 我們食物選擇多了 吃的東西豐富了 正常飲食下 我們吸收的營養應該是足夠的 當然也會有些個別例子 例如嚴重偏食的朋友 素食者 減肥的朋友 做健身的朋友 大吐婆 或者一些長期病患者 他們需要的營養 可能本身身體真的缺少了 或者是需要更多 當然要吃多些Supplement去補充 但我們正常生活下 不會每一天都吃五香肉丁公仔麵 這麼沒有營養的東西 只要我們每一餐吃的種類都不一樣 其實我們攝取的營養已經很足夠了 而且現今社會很多食物營養都很高 很多都標榜自己有機 無添加無激素 與其吃很多Supplement 不如吃少些不健康的東西 聽完那麼久 可能你會有個疑問 那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不用吃Supplement 其實大家都要多點了解自己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以及留意身體給自己的景號 例如我自己這樣 我是比較寒涼的 中醫經常叫我不要吃那麼多生果 所以我攝取維他命C真的比較少 即是不需要每一天都吃維他命C 因為就算你吃Supplement 你過量對自己的身體來說 都是一種負擔 多餘的營養其實都是垃圾 身體都需要力量 時間去把它消化 以及排出體外 成功排出自然 如果排出積聚在身體裡 並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大家不是不需要Supplement 而是要知道自己幾次才需要Supplement 才去吃 適合自己的Supplement 是最重要的 我亦都試過發現有朋友 是一大堆Supplement 不管三七十一 一次個群組一聲吞進肚子裡 很方便 但其實這樣也不太適當 因為不同的Supplement 他們發揮作用 最佳的吸收時間 都不一定一樣 例如我自己很喜歡的維他命D 我經常在IG story 都一陰天就叫大家一起吃 因為維他命D主要是太陽吸收 我們不是經常在戶外 但吸收得不夠 那一天補充維他命D 我覺得很合情合理 所以一陰天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一些 建置飲水 吃維他命D的Story 出現在我的IG 以及是下午的 大家想想 太陽吸收維他命D 不會是晚上的 所以維他命D 最好是你中午飯之後 吃就最適合 但有些Supplement 可能是幫助睡眠 或者晚上才發揮作用的話 那些就要變成晚上吃 所以除了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之外 也要多了解你買回來的Supplement 不要只給了錢吃了 就覺得安心 通常是告訴你一天吃多少 不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吃的 除了時間之外 保健品也有分屬性 例如維他命已經有分子溶性 和水溶性 維他命D 就是子溶性 所以飯後腹會比較好 維他命B C就是水溶性 所以起床 空腹吃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真的要了解多些你們的Supplement 他們究竟是什麼時間吃 餐前餐後吃 你們才會有更好的功效 以及更加幫助自己 然後我們也要留意 關於保健品的互相配合 為什麼很多時候有些Supplement 都會是維他命D 再加上鈣 他們一起的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好的配合 很好的混合 又例如大家很喜歡吃的維他命B群 覺得攬炒沒有死 吃完就對了 不會漏的 維他命B123 162 全部都有 正啊 但我們日常飲食當中 有很多食物 已經有不同的維他命B 可以攝取到 我們吃的B群裡的比例 是不是真的適合我們的飲食習慣呢 哪一樣東西我們平時吃的 是缺少一點 然後它的比例多一點 大家有沒有研究過這一樣東西呢 今天講了這麼長篇大論 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到 不是誰吃了什麼Supplement 誰買什麼Supplement 或者你去到店舖 看到這些Supplement 說到身體一定會吃完很好 他們又沒有騙你的 因為他們的營養 是真的有這個功效 只不過你是不是需要這個量 你是不是需要真的 extra去補這個Supplement 那就要大家了解多些身體的狀況 當然啦 如果你很想知道我平時吃什麼Supplement 我也可以分享 例如我剛才所說 陰天的時候 我是吃維他命D3 這一盒是很便宜的 40元左右 裡面是有多少 180粒 每次是吃一粒 這裡是吃很久很久的 又例如 我是會有些魚油的 其實魚油我平時都會在iHerbs買 這一盒都是在iHerbs買 不過我去年去澳洲的時候 我就買了這麼大 一盒回來 裡面是有多少粒 500粒 總之是吃的都吃不完 我什麼時候吃呢 就是皮膚會覺得乾 油份不足夠的時候 我就會去吃兩粒 例如我媽媽 她是比較大年紀 我就買了一個維他命D和鈣 給她去補一下鈣 或者我最近收到雪印寄給我的補鈣 我都覺得很好 因為裡面是有脫脂奶粉 然後乳鈣 不同的東西 對啦 然後特別是你要留意 這一類型 不是這些那麼單式的補充 它們是比較複式的 裡面除了有鈣之外 它本身已經有維他命D的成分 所以吃了它的話 也未必需要再補充另一個維他命D 大家都要留意自己吃的補充 它們是很單純的一款 還是像這個一樣 它裡面已經有幾款的東西 還有呢 其實他們寄了另一款給我 這款我就不是特別喜歡 因為它最大的成分竟然是砂糖 砂糖對於人體來說 其實真的不是特別好 就算它裡面是有一些對骨很好的成分也好 我也覺得盡量不好吃太多砂糖 你吃很多補充 對身體可能都有些用處 但是一定不夠你減少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這麼有用的 所以大家可能吃少些甜品 喝少些台式珍珠奶茶 做一下運動 曬一下太陽 然後早點起床 早點睡 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 真的比起你花大錢去買濕片紋 更加有用的 對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 給大家一點點資訊和brainstorm 我也不希望每條影片 都是拿一些產品出來 哇這個正啊 很刺激啊買啊 這樣均炸大家 我希望我的影片 可能都會給大家思考反思的空間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星六假就三星 和星日假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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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